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华信证券投顾大师兄孙武仲 短冲期限波的专家 今天是2021年9月9号星期四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解盘 我想这个行情 右肩到今天看起来已经成型了 回撤月线 那就时间波来说 还没有完成 时间波要大概明天礼拜五或礼拜一 才会接近尾声 所以各位投资 你在这边操作 你就要了解到 我们这个礼拜都跟大家讲 说这个地方要拉回形成右肩 整个上来的过程里面 就是这边11个交易日 这边11个交易日 8月20号刚刚好中间 然后形成两边的右肩对称 从16248底部向来 金金掌我就跟大家说金金掌 我说要形成右肩 头肩底的右肩就是右肩 右肩底对称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 有没有这个是礼拜一给我给大家画的 好 那我先下来 有没有 这是左肩 这是右肩 我们闪一下 老师闪一下 看到没有 老师闪一下 左肩右肩 有没有 看到 看上面 对不对 那个绿色那边就是8月20号 我放低一点 有没有 好 那这样子形成所谓的头肩顶 那高档那边就是头肩顶这个地方 我想我这边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我相信在这里像我这样分析的老师大概不多了 而且事先就已经告诉各位 好 我礼拜这个图礼拜一放到现在了 对不对 尾好 发现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到 好 我们看到左肩这个地方 从低点 那个低点 左肩那边那个低点 是1692500 买点左右 那我们这边测 今天来准备来测这个什么月线 所以今天题目告诉你 右肩行程要来回测月线和半年线 你看看这边 这边的低点那个点 这个点也是来回测半年线左右 所以你要大概知道说 整个行情它是跌破了月线 那个线是跌破月线 然后来测代半年线 那现在这边还没有跌破月线 也还没测到半年线 所以差一点点 那是不是或是对称 我们将观察 那就时间波来看 它的对称时间波 大概还要五个交易日 那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它是 我们看一下 到今天为止它已经三天了 到今天为止它是三天 三天 那个图我昨天画的 所以你会看少一根 那这个到那边为止 你可以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剩下两个交易日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行情到处 要怎么够 所以目前看起来 今天的半导体成交比重39% 那量缩到现在2436亿 那这个红K 还是在季仙之下 所以你航运股的资金比重22% 两个加起来是大概61% 所以大概在6... 我跟他说差不多六十多 半导体还有那些股 就是一名二名 那今天海外类股就是大概 没什么洞 一条线 你看长龙差不多接近平平 大概一条线 一空这样起热链嘛 没什么价差 没什么价差可言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 整个行情在压缩 那今天亮缩 拉出了一个拉红K 亮缩拉红K拉尾盘 可是国际股市 在这里还没止跌 所以回撤的机会 还是蛮高的 就是说 因为时间不过整理还没有结束 所以你要了解到 你在怎么操作 那台积电创高压回 攻了今天反弹 那是不是能够再攻 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个重点 你看一下今天世界先进 那今天的台积电 有没有 都是碰到 大概10日线后反弹 10日线后反弹 连电也是碰到10日线后一个反弹 所以这半导类股 你看相对大含强 大盘是跌破了 5日线10日线 他们是碰到10日线就反弹 所以什么强股落股 你在这里就慢慢可以了解说 这一波的主流 假设这个盘 我们说的 这样下去 还要 叮叮叮叮叮 大师兄跟你说 叮叮叮 大师兄咬指1万8的时候 那这个股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也是做这要有基手的 对吧 金元代工来搭基手 然后IC设计 比较平 所以我在这一波给你抓9月的主流 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变 你在操作上 你要特别的了解到 整个盘是该怎么操作 所以在这里整理 也有什么特别的啊 对不对 等这压回到一个适当的买点 我会带你 到底我是要明天再来买 到底是我明天压回进来买 还是礼拜压回进来买 当然我们没那么压 卖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但是我们抓到时间转折 就是那一类差不多 买了可能过天开始起 买了可能冬天开始起 你要抓这个面格 抓这个时刻 我们没有那么神的 我跟你说我不是神 我没办法买最低 买最低 可能你听很多电视的老师 很多老师都告诉你 买最低卖最高 我做不到 但是我跨给你的行情跟趋势 我相信你带我节目久了 你看到带老师过了 带大师中国 你会发现精准度还蛮高的 那个相似度非常高 大概八九成 我做不到100% 我做不到 所以你要那种 你不要来追我 你不要来带我 你要买最低 不要来追我 我做不到 所以你在这里你可以知道 长龙测到半年线后 落后补涨上来 落后补涨上来 那目前还在这里 那是不是能够挑战过这个 所谓的这里的五日线 或者十日线 将是明天跟下个礼拜的重点 这个盘在这里整理 要结束 你在这里特别要了解到 那这个盘你在这里 那我会带你们 我会带我会完 准备在明天再 还是拜我们的冯堤开始布局 或许明天会有一根长黑 或许明天会有一根长黑 吓死你跌破什么 跌破夜线 甚至一口气跌破什么 一万七 还是礼拜一来跌破 吓死你 这个盘就是这样 很诡异的 是怎样 盘就是这样 老实在说 当你每一个人看 你每一个人看站上 季线 这个盘 多头啊 破 是不是这样 那当你今天觉得 月线有守住的时候 要破月线 破月线你们全部都开始什么 杀出停船的时候 航线开始起来 当你 假设看 让你破万七 你驚到要死 开始起来 多空双疤 那之前 紧紧藏的时候 你一路把他放空 做机会 一路把他放空 五日线有压 月线有压 半空双疤 半年线有压 半空双疤 季线有压 半空双疤 但是你用 双疤 到空双疤 翻倒倒的时候 空翻多 回头疤 这就是标准的机会 德康相散 你看老师 带我的会员 做机会 做到多少 一路 起来 金金掌 金金掌 跟你说 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是不是这样 官长到 跟你说 要整理 拜托 你又跟你说 开始要整理 逢高 不空双 逢高 不空双 行政就是这样做而已 我当做顺势当 不用做逆势当 趋势 你说他要回头 我们就逢高做空 我没那么厉害 我没那么好 厉害就是说 空下去 回头再翻倒 又翻空 今天我低点 落100-70台 要去做 我做不够 我就是逢高 起来来 来 你逢高就好 要做的 就是这样做 金金掌 我也没那么厉害 我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是不是这样 很多老师 跟你问 一个什么 下降趋势线 不会过 过了 跟你说 什么 我站起来 我翻倒 到底会过不过 到74线 没有过 你先空 过了 你再翻倒 你是不是 德康相巴 是不是 做高票 要有资质 做机会 看行情 你要事先规划 要了解这个行情的规划 就像老师规划 给你们看的一样 规划来到8月20 说这个行情 隔日开高 走高 会做一个对称K线 那个799点 这里涨299点 机会 会起500几点 你贪有对吗 我的会员均 很欢迎 这楼金金掌 我的会员 对我这样做 也很欢迎 对不对 高高点啊 我跟你说 这礼拜 会拉会整理 我们就逢高空 也是贏得很欢迎 不是这样吗 你有规划吗 你的老师是每天 今天起翻桌 明天才热翻康 你的系统 今天起翻桌 大起 起100多点翻桌 去浴 看今天才台下来 翻康去台 去追杀 还把架起来 架起来 架起来 架起上 翻红 你还要翻桌 是有变 是不是 你的系统是不是这样 你每天在那边 多空双巴 你有一个 内在定保 做机会 最佳就是 你这样 搬来搬去搬去 搬到都没有 是不是 不知道怎么做 真正的行情 来贪不到 这行情 做行情 我们就是要贪一波 什么叫做波段 现在老师 给你加了一波段 你看我世界先进 我们的一个波段 是不是这样 当然 我们不是心 我们也是要 每天看 不是说 我们的好行情 就一定是这样 我们要去观察 去规划 这个行情 跟我们的规划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持续我们的看法 当它的内容 开始改变 我们就要开始 准备调整 策略跟步调 不是这样吗 做行情 做公平 就是这样做而已 哪有看 多困难 是你看不到 你不知道 那你不懂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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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老师 对老师有信心 老师没想到 大家都对 我不是心 但是你不懂 你不懂 我在看行情 在看出色 我们的定步 我们的稳定度 我们的稳定度 有多高 对不对 这个你就要了解 这个你就要知道说 行情原来是这样做的 不管你是做个股的股票 还是做三几个股票 你看 股票是一个股票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我们知道经济账 我们股票知道主流在哪里 我们就浪费那些浪 浪费你知道要修正整理 我们就先把它买掉 买掉 但回来 来到我们觉得的时间点 再进场 那主流股在哪里 我们在进主流股 是不是 我们在进主流股在哪里 晶圆代工 我们知道主流在哪里 IC设计是半导体 那我们还是做这一块 你不用去走太多 至于航运股 我们看 这个败了 不是说它会热 它会弃 但是它相对 市场的人气 跟它的涨幅 目前来看 是半导体比航运股来得强 那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把资金 做到第一名 我们说 我们得第一名 我们要做 高票 上上共台积电 但是藏幅 它太大 那藏幅没那么大 那我们要让我们回馆 那么多 我们就不去台积电 我们去世界先进 那它的涨幅 就会比台积电大 是不是 那这样子 我们是不能贪那么多 各位朋友 你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在操作 我们就去输课 我老大学说 我看有行情 我会重头 要如何提高我 会完 各位同学朋友 你的获利的比例 可以拉更高 在同样的时间 我们赚得比别人多 那是不是财富 就是这样 扭扭扭扭 就跟赛袍同样 白白 我们两个在走一百公斤 我走得很快 我慢慢地把你距离拉开 那财富就在拉开 这就是老师的隔壇了 是不是 很简单 所以 其实这个行情就是这样 不用很複雅去说 因为 前几天老师都说过来 拜 拜 拜 我都说过了 这之前 不听他说的 你就可以去看 你去看我前面的就好 我就不需要再 重复的罪述 我们在重复的 重复在这里 今天上过学校 因为时刻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行情说到这里 希望 让老师 在这里带你 做一个普段 牧童 大师兄 咬子 一万八 这部行情的 头尖底 往上走这一波 电话叫起来 02 239 239 控理239 239 爸爸 最后祝大家 顺书 平安 法大宅 �儿 落地了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